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 你越要遮掩什么 就会越暴露什么 真的假的 都是藏不住的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为别人 纵然我们知道别人瞧不起自己 我们只需远离 而不需要过多地去在意 每个人也不是实权实美 即便是那个人 他也有自己很多的缺点 社会中 人际交往中 很多人都喜欢戴着面具 但是他们的很多行为就会暴露他们的本质 马上就要到春节了 走亲房友是少不了的习俗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交通越来越方便了 很多亲戚朋友都进城了 互相走访也方便多了 俗话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过年的时候 走亲房友图个开心 讨个吉利 最好别去以下几种人家里串门 避免惹麻烦 讨个没趣 赶紧一起看看吧 一 习惯讽刺你的人 平时瞧不起你的人 如果你过年的时候还特意去拜访他 那么他就会说一些瞧不起你的话 让你很伤心 比方说 你提着礼物去拜访他 结果他不领情 反而嫌弃你给的礼物不贵重 说一些寒沙摄影的话 他说 我见过很多小气的人 也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 提着这些东西来拜年 还不如空着手来 一句话 让走亲房友的气氛顿时就没有了 彼此都很尴尬 当然 主要是你很尴尬 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留下来 一般来说 瞧不起你的人 总是在说一些打击你的话 故意贬低你 在医院上班的阿娟到省城参加了半年的业务培训 闺蜜们都好生羡慕 阿娟却只是笑笑告诉大家 收获的不仅仅是业务能力 还有被种种瞧不起的心酸 阿娟说 对于从乡镇卫生院来的自己 省城的医生和护士们根本不会正眼瞧一下 虽说是跟班学习 但一开始做的都是刨腿打杂的活 至于最要紧的临床技术只能自己找机会 厚着脸皮 跟在实习的大学生后面 侧耳倾听 跟随大部队这种不被待见的感觉 还时常可以被忽略 可一旦被安排参与值班和固定的医生护士搭班 这种被人瞧不起的感觉就愈发明显 对于病情的讨论和研判 爱学习的阿娟总会仔细聆听 生怕漏掉了什么 可一旦她提出问题 大家都是故作高深地说一句 这个 你们 你应该用不到吧 而他们一旦要向阿娟咨询 关于农特产品的问题时 便向极了老师给小学生下命令 追根究底 还要求必须回答的漂亮 后来阿娟索性非必要不说话 非必要不打招呼 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到钻研业务中去 在各项业务考核中不断刷新成绩 不仅让音乐方面感到很惊讶 更是让她自己增强了底气 面对那些对自己不屑一顾的人 不如也当他们不存在 悄悄地努力 华丽地转身 就是对这份蔑视最好的回应 喜欢倒苦水的人应该很多 平日里别人向你倒苦水是信任你 你认真听他的话 可以让他的心情放松 也能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可是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要向往幸福 要学会忘记痛苦 点燃心中的希望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谁的家里都有不愉快的事情 可是不一定要说出来 更不能给外人知道 如果你去了亲戚朋友家做客 一进门就听到诉苦的声音 心情肯定会不好 如果主人喜欢抱怨人生 那么身上就带着负能量 你和他在一起聚餐 也会被他的负能量感染 过年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心穷的人 老祖宗说 人穷不能治短 做人应该有骨气 再穷也要立志 通过劳动智慧 让自己慢慢崛起 改变命运 只要心中有希望 脚下有路 哪有一辈子都穷的道理 亲戚朋友互相帮忙 穷人也很快就会翻身 但是心穷的人 不仅家里没有钱 内心也没有奋斗的想法 他和谁在一起 除了抱怨 就是求别人帮忙 心穷的人 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 要是别人不帮忙 他就愤愤不平 可是你真的帮他介绍工作 他就推三阻四 嫌弃这个工作太累 那个工作工资太低 误以为自己是千里马 过年的时候 你走到别人家 听到一些没有骨气的话 自己也会有灰心的想法 四 喜欢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一个人喜欢在背地里 说你的坏话 他内心存在着两种想法 其一是你很优秀 优秀到让他对你心生妒忌 所以他想要借此来抹黑你 其二是他内心里看不起你 觉得你的某些做法 在他看来是很低级的行为 所以他会向别人吐槽 他对你的看法 对于第一种想法 你无需理会他 正是因为他不够优秀 心胸狭窄 所以才会有此恶行 这是他格局小的体现 而你的不与傻瓜论长短 是你的大格局的表现 对于第二种想法 若是你本身真的 有让人觉得反感的行为 这是你自身的缘由 可以以此为鉴 反省自己 若是他无故给你安上的罪名 那么你自可不必理会 五 喜欢在你面前展现他的优越感 真正优秀的人 是懂得自谦的人 他们不会在旁人面前 展现他们自身的优越感 因为他们的实力 已经摆在那里 无需他去传播 然而有些人 获得了某一类成就 就开始膨胀起来 表现上和你相处融洽 但在言行中 处处觉得你不如他 以此来展现自己的优越 殊不知有时候 高处不胜寒 一时的膨胀 把自己架到高位之上 倘若掉下时 可能代价便会是身败名裂 我们也许会瞧不起某一类人 但对于瞧不起 某一个人这样的行为 且不论他对于哪个人 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对于自身来说 也是一种诋毁 陈刀明在一年级大学记里说 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 因为他曾经风光过 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 因为他们会爬起来 所以一定要做好自己 人生并不是一个标签 便能定义某一个人 他是跌踏起伏的 正因为他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要 谨守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要看不起旁人 同时 碰到瞧不起自己的人 也不要因此而对他动怒 做好自己的本分之事 忍他一时 待到几年后 你且看他 总之 你总是去以上几种家庭串门 久而久之 也会让你的积极心态受到影响 变得郁郁寡欢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是人联络感情的纽带 而邻居朋友间 互相串门走动 也是为了两家关系更加紧密 但前提是 我们得懂理术识人心 否则 做得再多 只会适得其反 做人要看清别人 更要看清自己 做人谁都瞧不起谁 你小看了别人 别人也看不起你 做人要内心有光 别藏污纳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